其实说起来有点尴尬 因为从萨嘎县开出来之后 前方阿里地区比较大的县城 只有三个 普兰 渣打 以及四泉河 这前两个都不在219主干道上 都得走到冤枉路 所以 今天晚上我们的落脚点 必须得在霍尔香和塔尔清 这两个小地方之间做个选择 由于塔尔清去年转山的时候去过了 所以今年我们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霍尔香 当然选择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边是西藏三大圣湖中 距离拉萨最远的 这马鹏庸厕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来 它的风格和另外那两湖都不太一样 它没有扬州厢厕的自然优雅 也没有那么处的辽阔壮观 但是当你沿着环虎土路 开到拉昂厕和马鹏庸厕之间时 这个画面是这样的 今天呢正在下雨 所以天气不太好 我现在正在等待远处那钢人波齐风 如果运气比较好 万里无云的话 还能看到远防的钢人波齐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藏族同胞 会在转山之前 把马鹏庸厕一并转的原因 总之 他的神秘感对于我们而言 无可比拟